及时新闻综合报道 好天气白白 明20日受封面 冷气团影响 全台气温下降 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 中部以北 东半部地区将有短暂震雨或雷雨的发生 明天白天北台湾高温约20度 其他地区约23至29度 各地清晨低温约16至22度 中央气象局预报 降雨方面 明天封面报道 各地转为短暂震雨或雷雨的天气 其中中部以北地区受到封面影响较为明显 注意瞬间大雨的几率 提醒民众期待雨具以防万一 气温方面 受到封面及冷气团双重影响 明天白天高温较昨日低 其中北台湾下降约10度 高温20度左右 清晨低温16至20度 中南部 花东地区高温25至28度 清晨低温18至22度 明天入夜后 全排各地越晚越冷 温度约12至19度 天气风险预报 周三 20日中午前封面逐渐远离 同时后方干冷空气移入 降雨明显趋缓 这波冷空气影响周三晚间至周五清晨 北部地区低温约11至14度 中部地区因零少风弱 辐射冷却效应明显 低温有机会达13度 南部低温15至17度 东部低温14至16度 空瓶方面 气象局预报 明天中部 云嘉南 高平 马祖及金马地区为橘色 提醒等级 北部 竹苗 宜兰 澎湖地区为普通 等级 华东地区为良好等级 气象局也提醒 这波封面通过之前 西半部地区及金门 马祖容易有局部 低温货物影响能见度 交通网 反请留意航班资讯及行车安全